太極門這個個案 整個程序流程來看 從行政法的總則 到行政作用法 到行政處罰法 到行政執行 全部一趟走遍了 到行政救濟 到國家責任 全部走遍了 太極門這個案子 是台灣整個行政法的縮影 每一個階段都有走過 每一個階段都有非常高度的正義 我覺得它是一個典範 那麼我們把它列為 行政法教科書的一個典範的案例 這是不為過的 現在已經到了執行面 執行面行政機關可以怎麼處理 行政執行署 國稅機關都是行政機關 如果行政機關認為它錯了 過者誤淡改 這是我們道德上的一個要求 你錯了你就必須承認 所以我們行政的流程 還容許行政機關認為 他覺得不適當的時候 他就可以停止執行 行政機關 行政執行機關 也可以依職權也可以依申請 來停止執行 都可以 所以其實我們的行政的措施 是容許行政機關這樣做的 行政機關不應該變成 錯誤判決的筷子手 這沒什麼道理 這不合遇實施法治國家的要求